《破壞損害傳承古蹟文物》 是危害人類歷史、文明知識及歷史古老遺跡的罪行 偷攝古蹟文物的搶劫者 及手掌文化古物的急攻近利者 目標都向著歷史古蹟文化寶藏著手 他們的不良行動對於傳統文化古蹟 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壞 鑑於以上因素及盡量爭取時間保護文物 保育珍貴文物訓練團隊的專家 聯同具備精進科技知識的佛教寺廟增重 以及工作坊的人員 專研創造了數碼傳承程式 紀錄、儲存、各自寺廟裡的文物寶藏資料 他們利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紀錄文物資料、影像、錄影 由於偷渡者以及古董守國者 在寺廟和博物館進行偷攝搶劫的事件 不斷地增加 而且已經達到警覺性以及戲劇性的境界 所以,珍貴文物擁有權的證明檔案是非常重要的 風險評估以及減低意外發生的訓練 幫助每一位參與訓練的學員 在學習之後 能夠使用所學的技巧 去評估寺廟珍貴文物的風險 以及在意外發生之前 作出保護行動的計劃 增重使用智能電話以及平板電腦 訪問和記錄社區裡沒有一輩的人士 將他們講述的珍貴文物故事的資料傳統 這些文物故事的數碼紀錄檔案 可以確保寺廟珍貴文物歷史資料 得以保存以及流傳後世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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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